乌统部长聚会共商解散大选的传闻甚嚣尘上 前首相纳杜斯里纳吉昨天北上槟城 施战波斯固魅力为国阵拉票 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 针对宾州政府曾许下承诺豁免槟城大桥的过桥费 纳吉指出时至今日他依然需要支付过桥费 更进一步也与宾州政府还有很多承诺没有实现 因此来届大选他希望人民做出明智的选择 所到之处必掀起一股旋风 前首相纳吉昨天下午到访槟城旅游景点信州桥 吸引500人蜂拥争赌波斯固风采 桥 宾州子民压根把保持社交安全距离这件事 远远抛在脑后 争相和纳吉合照 虽然来到火箭政府的地盘 但纳吉丝毫没有给脸 也于宾州政府很多承诺都没有兑现 例如他访问宾州使用宾城大桥时 依然需要支付过桥费 他促请宾州子民在来临大选做出明智选择 他有很多事情他没有做 他没有允许我 但最重要的是在前面 在前面 在前面 你们要求成功 对吗 对吗 你们要求成功 对吗 对吗 陪同那集出席活动的马华宾州副主席兼马清宾州团长林瑞慕指出 国阵在过去两次州选胜利 凸显人民已经厌倦政治乱象 渴望稳定 他认可那集带起的Bosku热潮 并希望这股效应能继续在冰城发酵 这个Bosku的这个咸丰他来这个信州桥这边也获得我们信州桥理事会 这样热烈的一个来欢迎的来看的来看 我们觉得说希望Bosku我们的这个这样的一个咸丰能够继续 最主要的还是能够带动起整个冰州 这非常低迷的一个生意的一个环境 支持者也不忘送上那集最爱用来调侃政治的 知识圈临时 那集也化身偶像为支持者签名 那集只在信州桥逗留短短20分钟 随后就在民众的欢呼声下乘车离开